在支持者的簇擁下緩慢進入會場 選戰倒數三天 總統蔡英文也積極跑行程 一個下午就連跑桃園兩間公廟 行程相當緊湊 全力扶選小姬 正因為2022年丟掉市長一席 這次桃園立委選戰十分焦灼 有著不能輸的壓力 因為我快畢業了 我520就畢業了 別人說我畢業了 我可以去做一個快樂的總統 退休的總統 可是我當然退休以後 我覺得很快樂 但是如果接放的人 不是讓我放心 讓臺灣可以繼續往前走的 我這個退休的總統 也不會太快樂 民進黨桃園現任兩席立委 也陷入激戰 桃竹苗一直被視為藍軍鐵票部隊 為了搶攻客家票倉 總統蔡英文在十號下午 兩點三十分先到桃園盧竹德林寺 再到大園仁德宮參祥祈福 接著馬不停蹄到新竹長河宮 最後在晚上七點多到苗栗竹南運動公園 做選前造勢晚會 請安 拜 蔡英文 僅固桃竹地區 正因為市長一席都由綠轉藍 大選進入倒數階段 小英也扮起母雞的角色 積極拉抬小雞 為選前做最後衝刺 三天七分張英傑常會領取桃園新竹才有報導